害怕我 不是的 如果没有少爷 我现在都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 我很感激您的 那你打算怎么报道我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别哭了 我只是开个玩笑 少爷 我不是那种女生 好了好了 知道了 别哭了 你走吧 我要休息了 那少爷 我先退下了 少爷好 老爷今天从意大利回来了 一直跟几个元老在茶室聊天 是吗 莫名其妙地聚在一起 想干什么 听说都是因为少爷的事 才聚集起来的 现在他们应该散了吧 少爷你还过来是做什么 既然是聊我的事 我自然得过问一下 果然散会了 烈也走出来了 还不快叫少爷好 少爷好 少爷这 没事 接下来我自己去就行了 都是家事 你去送送那些老爷子 我先进去了 爸 妈 老是动众的 到底是什么事 在这里 你要叫我家主 孩子 先喝口水吧 请聚 你今年已经二十八了 那你应该明白 我们为什么聚集在一起 我知道 但是 我没这个想法 孩子 元老门跟爸妈 给你物色的是家小姐 你先看看呢 喜欢哪个 妈就帮你去联系一下 我拒绝 因为你一直不成家利益 现在元老会 想让我更换家族继承人 难道你就一点也不在乎 有家 才有族 一个没有家庭观念的人 是经营不好一个家族的 再执迷不悟 我就收回你情事集团董事长的身份 你在威胁我 这是命令 儿呀 你也老大不想了 是时候该安定下来了 我会结婚 但是 对象必须要我自己来选择 这臭小子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听话 这些女人都是精挑细选的 那不像你吗 当初不顾家里反对 执意要娶我的臭小子 现在不也是请家家主了 罢了 随他去吧 能早点抱孙子就好了 进来 是张马 有什么事吗 少爷 我想跟您谈谈 虽然我来说 可能不符合身份 但是我随夫人来到秦家 已经二十多年了 家族传承这种事 我这种吓人是不应该插嘴的 但是张马也想劝你一句 快点成家吧 进来 是张马 有什么事吗 少爷 我想跟您谈谈 一直以来 老爷跟夫人的起居 都是我负责的 这几年 老爷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 我真的很担心 老爷会熬不到 抱上孙子的那天 我明白了 我先回公司了 才不是呢 张马 晚上继续让那个夏小新 给我送衣服吧 保证完成任务 少爷 我又送衣服来了 进来吧 少爷 衣服 我就放这儿了 告辞 不准跑 回来 对 对不起 少爷 我 我还有事要忙呢 少啰嗦 把这个签了 这啥 把这个签了 你欠我的钱 就一笔够销了 以方夏小新 欠与甲方秦郡两百万 啊 两百万 现在甲方秦郡放弃债权 条件如下 啊 结婚 结婚这种事 对我来说 还是太早了 你听我说 因为一些缘由 我近期内 必须要结婚 而我不想随便的找个女人结婚 这一年里 我们只是假装成夫妻 我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 可 可我才十八岁 我不在乎 就当做是我的请求 帮我一次 好不好 好 好吧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未婚妻 夏小新 胡闹 你要娶一个女仆为妻 那又怎么样 救 救命啊 为什么 会变成这样 这不是小新吗 为什么小新 会和老爷夫人坐在一块了 你事情做完了 这么有空 在这里看 哎哟哟 江妈 对不起 怎么都明媛跟千金你不选 你就选这个 原不分归贱 要学会尊重哦 我觉得小新挺好的 以后 要跟阿俊好好相处哦 好的 夫人 你这傻孩子 还叫夫人啊 好 好的 妈妈 哎 真乖 阿俊 下午我跟你爸就去意大利找你姐了 有空的话记得多给小新买衣服 毕竟是未来龙毛少夫人 老是穿女服装可不行哦 小新 这是妈给你的雷花钱 哇 这卡好漂亮 那我们先走了 记住要好好相处哦 慢 慢走 少爷 这卡里面 不会有几千块吧 不多 也就一千多万 一千万 这么多钱 我不能要 你还给夫人吧 妈给你就拿着吧 下午我带你出去 去哪儿 到了 下车吧 哇 这个好像好好吃啊 这个也好好吃的样子 哇 这个好像也好好吃 少爷 少爷 这个会冻啊 我们是放了什么野兽出窿吗 少爷 阿姐 能不能借点钱 给我买这个 好香啊 到下个月放薪水 我就还给你了 赶紧走 小姐换上这衣服太漂亮了 秦总 这衣服您还满意吗 很不算 阿姐 把衣服跟化妆品各样来衣服住 好 好的少爷 走了 回家 嗯 少夫人 东西我都给你送到房间了 好 谢谢了 啊 啊 卡菲斯 怎么这么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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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不着吗 啊 睡着了 傻瓜 哪有人睡着了还会说话的 你表情挺搞笑的 啊 那你不要看我呢 从名义上来讲 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为什么不能看 我 我不管你了 怎么了 今天给你买的东西 喜欢吗 不喜欢 为什么 那些衣服 包包 化妆品 我在家都用不上 而且太贵了 一个包包 可能就等于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工钱了 妈妈从小教我 不能普账浪费 你是第一个 说不喜欢我送礼物的女人 啊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身边 有很多女人 为了各种目的而接近我 那你 是为了什么呢 你想得到什么 下小心 其实 我没有想要的 因为救过我 现在你有困难 我能帮忙 这就足够了 未来一年 我会依据契约 扮演好妻子 不会让你丢脸的 我 细约 你记住就好 不要再幻想了 我们只是细约关系 少爷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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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我不想走 嗯 嗯 我 我 我不会给家里大量麻烦 我 我不想离开你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让你在梦里 也如此难过呢 少 少 少爷 你去上班了 嗯 你想干什么都随你 但是你要记住 自己少夫人的身份了 我出门了 知道了 路上小心 进来 少爷 慕容先生到了 我 你先前叫我调查的马老板 确实是个贩毒的犯罪分子 这种害虫 秦家可以出手把她清理了 已经安排上了 辛苦了 那秦总还有吩咐吗 有 这个 是目标 嗯 秦可爱的小妹妹 你想让我绑回来 还是让她消失 这位是少爷未来的夫容 我说秦总啊 这不是你的家世吗 我不敢插手吗 我要她的所有资料 从出生到现在 其余别再过问了 我会重视起来的 轻松放心 少爷 这要好吗 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 我跟夏小星结婚是开玩笑 那倒不是 我有点担心 我想知道她的过去 希望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吧 好吗 太阳的味道真好味 小心 去后花园把衣服收了就回来吃饭吧 好嘞 嗯 嗯 但是后花园在哪儿呀 啊 一定是这里 也太大了吧 就像是童话里一样 衣服 在哪儿呢 哎 下雨了 哎 不会吧 我好像 迷路了 要赶快回去 不然 会给大家添麻烦 啊 啊 好痛 我会不会 再也回不去了 没有时间磨蹭了 有人吗 有人吗 这是还在秦家后院地界 那这里 是秦家的房子吧 还是等雨翔一点再回去吧 赶紧把衣服换换 不然 要感冒了 少爷 请用毛巾 嗯 少爷 大事不好了 怎么了 丈母 少夫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晚饭时间也没回来 这么大的雨 我很担心少夫人会不会出事了 真不让人生心 夏小溪 夏小溪 你 到底跑哪儿去了 怎么跑那边去了 少爷 外头这么大雨 您要去哪儿 我找到她了 晚上 你们就在木屋过一趟 这丫头到底是怎么跑来这里 好冷啊 根本睡不着 是衣服 还是先别穿好了 谁 对不起 我不知道这屋子里有人住 等雨停了 我马上就走 是我 不要怕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少爷 你衣服是了 我这就给你拿更换的 啊 毛生毛小的 你真的做过女朋友 对 对不起 好了 快进背在里面吧 衣服都不穿到处跑 衣服 嗯 我都忘了 自己没穿衣服了 对了 少爷 你是怎么知道 我在这儿的 这是谁家 我倒想问问 你怎么会跑这里来 我 我迷路了 晚上一起在这儿过夜吧 我跟家里说过了 啊 一起过夜 不然呢 数这么多 回去路上很容易被雷劈的 你怎么一直在等 你 没什么 冷笑直说 这有什么好逞强的 谢谢 谢谢少爷 少爷 其实 其实 我是不是很碍事 傻丫头 说什么呢 因为 我什么都帮不上忙 还经常给你麻烦 这叫麻烦 你也太小看我秦军了 可 可是 放心吧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即使我们只是契约关系 谢谢你 睡 睡吧 晚安 晚安 这丫头 马上就睡着了 对我这么没有接心 看来你 还没真正认识 我是个什么人 少 少爷 嗯 今天这么早起床 我有点事想拜托你 就是 就是那个 没什么事 我就上班去了 少爷 请弄一下 少 少爷 我想向您借钱 去上甜点培训班 甜点培训班 自管自吃嘛 你已经尝到这种地步了 不是了 我在家没什么事情做 听说张妈 再请甜点诗 我想学一下 就算不能帮上忙 以后离开秦家 也能养活自己 你妈妈给我的卡 我不想用 所以 所以 行吧 这里有一万块 不够 再叫阿杰给你安排 啊 够 够了 我一定会还你的 钱可以借 裴军班可以上 但是 以后不许再说 离开秦家这种话 哦 但是 总有一天 我还是会离开这个家的 小心啊 你现在就要出门嘛 要不让司机送你去吧 没事的张妈 我可以自己去的 张妈 您看 我这身合适吗 没问题啊 靓女 那我出门啦 路上小心啊 保护好少夫人 没问题 车厢内的乘客 已经宣布换成保镖高位 工临木道站 请乘客 到了 不知道 同学跟老师是怎么样的呢 长妈 少夫人已经到站 现在在找区区市的路 小心是个路痴 你赶紧假装路人带他过去 收到 心动甜品屋 哪边是左呀 哟 少女 你在找心动甜品屋吗 我是心动甜品屋的学员 乔明希 我带你去吧 你好 我叫夏小星 是第一次来培训的 少夫人已经进入培训班 确认安全 辛苦了 六点的时候再接小星回来吧 大家好 我是夏小星 请多多指教 今天要做布朗尼蛋糕哦 两人一组 谁想跟新同学一组呢 老师 我来 小星 你上回可是差点把炉子炸了 真的可以带新同学吗 老师啊 你要相信我 这回我要认真了 好 好吧 小心 展示实力的时候到了 哇 真的耶 好香 快 快快试试吧 我要忍不住了 嗯 太好吃了 超好吃的 不愧是我 花车 小星你住哪儿呀 顺路就一起回家呗 哦 我住在龙门区的秦陵园的 秦 秦陵园 秦家 对啊 我是秦家女佛 你表情 你表情怎么这么奇怪 你是那个黄金铺底钻石码筒超级好门秦家的女仆 我 醒醒 太夸张了 只是地方大而已 那个秦家大少爷还是个心狠手烂无恶不作的恶少 还是个满兜花花厂策的渣男 小心 小心 你可要小心他了 那是传闻了 其实少爷 是个挺温柔的人 不过 他有时候脾气超臭的 还喜欢摆个棺材了呀 对吧对吧 这 少爷 这是我今天做的 对不起 奶油在路上化掉了 我还是自己吃吧 不好吃 就吐出来吧 不要勉强 太甜了 下次不要加巧克力 第一次做还是很不错了 好 少爷 少爷 您没事吧 友情提示 少爷可是巧克力过敏的哟 那 那干嘛还要吃呀 少爷 您又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会对巧克力过敏 那你现在知道了 去培训班开心吗 超级开心的 超有意思的 今天 我在培训班认识了新朋友哟 他叫小溪 他可好人了 五老 上次拜托您的事都好了吗 都拜托了 我联系了几个元老一起施压 想来秦俊很快就要结婚了 那就谢谢您了 可是 听说秦俊已经找了一个未婚妻 名叫夏小新 什么 听说那个女人还是从你这里捞出去的 他可是备受秦俊宠爱呢 夏小新 竟然是夏小新 怎么可能 秦俊怎么可能 会喜欢那种女人 小云 怎么能因为这件小事就发脾气了 这两天 刚好有个大人物联系我 他应该能帮我 莲小姐您好 您到了碧云阁了 我马上出来接你 胡老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 成为龙门未来的少夫人 来回见了莲小姐 你可聪明点 二小姐 是这里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慢聊 二 二小姐 莲家二小姐 您好 周云 让我们好好聊聊 关于秦俊家的事 周老板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太上莲家的二名 莲三玉 莲家八大家 与秦家齐名 周老板这会所开得不错呢 一看就知道 是为了上流人士服务 谁会想到 这会所 还是华海的黑室 你 如果被秦俊知道了 他会怎么想 你这是在威胁我 怎么会呢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来帮助你 成为秦家未来的女主人 莲家二小姐来华海帮我 这是秦家的地盘 你怎么帮 不要急 对于这个女孩 周老板有印象吗 当然认得 她现在是秦俊的未婚妻 她是我的眼中钉 也是你的敌人 这难道 不是我们联手的理由之一 听起来很不错 但是我能得到秦俊 你呢 你能得到什么 我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 我家大姐看上了秦俊 我必须阻止这件事 第二个目的嘛 也是我的主要目的 我要夏小新 从这个世界上 消失 你跟夏小新 有什么仇怨 你不必知道 现在我跟你联手的机会了 你还要拒绝我吗 既然二小姐开口了 我怎么能拒绝呢 那明天 你帮我安排跟秦俊建议 可以 但是要对付夏小新这件事 绝对不能让秦俊知道 我们的合作更是 如果被秦家知道 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好抓住你的机会吧 邹宇 总有一天 你会是我的秦俊 少爷 慕容先生约了下午碰面 他从连云市吊炸丸回来了 还有奏运说 有一位重要的客人 希望与您见面 约了早上十点 可以 安排上吧 谁在那鬼鬼祟祟 是 是我了 花姐说今晚叫我做饭 你回家吃吗 我尽量吧 少爷最近看上去心情好多了 有吗 您跟那个信方的分手后 就很少见您笑了 后来少夫人来了 您的心情明显好多了 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物降一物 这么有空关心我 不如再想想办法 追到我姐 知道了老大 今天的太阳 晒得真舒服 哎呀 少爷文件忘拿了 上面写着慕容 这应该是挺重要的文件 我给阿姐打个电话吧 张姐 我去把文件送给少爷吧 秦总 邹小姐到了 到底是什么人 需要在工作时间打扰我 是连家的二小姐 秦总您好 我是太阳连家的连三月 连三月 你是 连楚月的妹妹 给你 你 我现在要帮你 我去 我来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是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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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话少说 说出你的来意吧 秦总 我想以连三月的个人名义 投资秦氏集团的会所产业 毕竟以后家族是属于姐姐的 我连三月 也要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 哦 张妈 我出门了 路上小心 总有不好的预感 张妈 一切照旧 保护好少夫人 誓死完成任务 不知道 少爷的公司是怎么样的呢 真期待啊 看到了 是这车上的女娃了 那就动手吧 宗小姐可是悬赏了一百万 我靠 我们什么时候被围了 是 是秦家的保镖 快跑 怎么还停了 快跑啊 被堵了 哈喽 今天苍蝇好像比往常多了 小姐 秦氏集团到了 好的 谢谢四季师傅 客气了 少夫人已经安全抵达公司 我 我犯什么事了吗 你说合作 你能拿出什么来 十个碧云阁 秦总 林小姐 很有诚意的 只要林小姐进驻 我们就多了十个 类似碧云阁的高端消费会所 那 邹云先跟进一下吧 细节做好 再给我看看 那不知道 秦少今晚有没有时间赏脸 一边吃饭 一边谈谈细节呢 不了 今晚 回来吃饭吗 还谈不上合作 等你们商业好细节再约吧 总裁在会客 麻烦您稍等 好的 不是都说 秦郡是个贪财好色的太子爷吗 这明明就是个石头 啊 哼 秦 秦云 为 为什么秦云 会在这里 为什么 他会在这里 他就是少爷的客人吗 哼 意外深阔 他就是夏小新闻 没错 就是他 总算见面了 妹妹 夏小姐 总裁可以见您了 您 不舒服吗 没 没事的 我现在就进去 少爷 认识这个女人 该不会 我被拐到这个城市的事情 少爷知道 该不会 碧云阁的那些坏事 幕后的主使是少爷 那少爷 根本就没把我从魔窟里救出来 今天不用上课吗 这种事 随便找个司机送过来就行了 好 好的少爷 文件 文件放这里了 我先走了 这反应不对 等等 还有事吗 你见到周云了 你想太多了 碧云阁是情势旗下的一小部分 周云对你做的坏事与我无关 少爷 您没必要跟我解释什么的 自从您那事之后 我已经警告过奏云了 碧云阁不会再发生那种事了 少爷 我很难相信您说的话 因为我不知道 自己在您心中的定位是什么 我很害怕 我遭遇的事情 都是您在幕后指使的 我很害怕 在我面前的一切幸福 都是您的一身兴起 对不起 是我忽略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现在回答你 就算只是契约关系 我也只想你留在我的身边 好好保护你 这些幸福 都是真实的 碧云阁的坏事 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吗 走云 明明是你的部下 我没有骗你 走云跟我只是上下级关系 那些坏事都与我无关 虽然一开始 把你从碧云阁带回家 甚至签订契约 都是我一时兴起 但是现在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走下去 相信我 可以吗 那你答应我 哪怕以后你不喜欢我了 也不要骗我 我答应你 饿了吗 嗯 那能不能请少夫人赏面 与我共进午餐呢 好好的少爷 还叫少爷 好好的 阿军 哇 别看了 快吃吧 待会儿就凉了 太好吃了 要注意形象 作为秦交未来的少夫人 你的举动会倍数关注 待会儿下班 带你去看一下海吧 刚才你一直看着川外那片海 你知道 我是被拐卖到荒海市的 海的另外一边 其实 是我的家 不要想太多 就当是去散散心吧 你在这儿等等 我处理完事情 就带你去海边 好 少爷 慕容先生到了 秦总 资料拿到了吗 嗯 怎么回事 说来惭愧 为了少夫人这份资料 差点就把命打进去了 秦总 您的未婚妻可不简单呢 就连资料我都不敢送到公司里来了 刚到连宇 我就找了很多信息贩子 大多数的人都表示不认识少夫人 但是我感觉 他们更像是在忌讳少夫人 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很快就有人对我设下了埋伏 你要找夏家母女是吧 稍等一下 好大的阵仗 你说吧 你是八大家哪边的人 赶紧说了 我就给你个痛快 痛快 就看你们能不能让我痛快一下了 有完没完 快点再拖下去就京东凌娜小姐那边了 我从那群人的口中知道他们都是廉家的人 后来我偷偷摸摸地查了几天 唯恐我不能活着回来 我就提前把资料送到秦家大宅 也就是你手上的那份 这是什么 这是夏家母女曾经的公寓 现在被烧成废墟了 一年前少夫人的母亲夏秋雨失踪 而少夫人来到了华海 暂时我只能收集到这些情报了 但是可以确定 少夫人跟廉家的关系非同一般 好我知道了 这个好吃 嗯 嗯 嗯 山 不对 阿俊 阿俊 走了 看海去 哇 海 是海 是海 是海耶 还有海哦 嗯 嗯 这样看 她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女生 啊 就是有点蠢 现在小心 和那时候的她真相 真希望 你可以永远都这样单纯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一切的背后 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着 无论怎么样 我都想保护好你 但是 我这样是对的吗 是时候找那个人问问了 阿俊 你看 很漂亮吧 新型的石头啊 你是穿上奖吗 既然还挖石头 快穿上 别着聊了 好玩吗 好玩呀 难得你这么忙也陪我 以后 我多少点时间陪你 进来吧 布老先生 抱歉这么晚打扰您了 原来是少主啊 深夜来访 还找我一个半退休的龙门守夜人 有何归干啊 布老先生 我有事想问问你 少见的 小时候 你还老是喊我神棍呢 那时我您又无知 王先生见谅 你来找我 是为了那个女孩吧 你想知道 这个女生 到底是带着什么样的漩涡 来到你的身边 而你 决定守护她 却不知道自己是对的 还是错的 放心吧 少主 她将会成为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你决定守护她 是对的 你只需要 保护好自己真实的人 然后笔着她走下去 就好了 那个女生 她会一直陪着你 谢谢 张妈 我去上课了 路上小心 张妈 今天少爷外出 抽掉了很多人手 少夫人这边 可能顾及不上 那等少爷回来 就赶紧派人过去 保护少夫人 是 那种不安的感觉 又涌上来了 少夫人不会有事吧 我们这是要死了 我派出去的人 都被干掉了 如果秦家怀疑到我头上 就完了 如果秦家 连那些小龙龙都解决不掉 也太令我失望了 这是拿我的人去送死 我不奉陪了 秦家愁门多的事 查不到你脑袋上的 那 接下来怎么办 不是说了吗 秦家有很多仇家 这不是刚好就有一个 既恨秦家 又讨厌夏小新的人吗 马 马老板 他不是因为贩毒 已经被秦家清理了吗 确实 马老板已经被清理了 但他有不少的手下跑掉了 被逼到绝路的马家人 如果知道了夏小新的信息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呢 兽爷回来了 嗯 给我拿他便装过来 少爷 您又要出去吗 不用我跟着去吗 不用 我就接下那个丫头 很快回来 今天教的那个马卡龙好好吃 我都吃撑了 是啊 那个好甜 吃下去好治愈 那我走这边了 拜拜 这回不知道少爷喜不喜欢呢 你们 你们想做什么 看 是活着的五百万 救命啊 救命 救救我 小心 救命 小心啊 小心啊 给我停下来 嗯 已经捉到了 接下来 这个丫头 会体会到什么是绝望 啊 怎么这么多人 啊 嗯 这是 糟了 小心出事了 你是小心的朋友吗 警察吗 对 我的朋友被几个大汉捉上车走了 车牌号是华海四五八七 到底是谁 竟敢动我的事 喂 少爷呢 明白 马上安排 马上追踪车牌号 呼叫空中支援 现在开始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不惜一切代价 救回少夫人 明白 放开我 你们这些坏人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捉我 有人花五百万 让我们好好招待你 小妞儿 要我怪就怪你太值钱吧 哈哈哈哈 让我们来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吧 嘿嘿嘿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求求你们 不要过来 嘿嘿 放开我 放开我 等一下 我们又见面了 碧云阁的臭婊子 你就是主使者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我是马老板的心腹 是 是你 在碧云阁的时候 秦军断了我的双腿 后来 秦军还清理了马老板 害得我们一众兄弟 家破人亡 都怪你 跟那个姓秦的臭小子 你到底想怎么样 杀了我 秦家不会放过你的 杀了你 不 这也太便宜你了 我要给你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 嘿嘿嘿嘿 我们不能上了下小心 这会彻底把秦军惹怒 追查到底 我们藏不住的 那如果 把它变成秦家最讨厌的东西 嗯 你的意思是 让下小心 变成隐君子 秦家不可能接受一个肮脏的女人 到时候 下小心要杀要割 不就是我们说了算吗 到时候秦家大少 因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被玩了 心如刀割 然后你趁虚而入 填补她内心的空虚 成为她的女人 如果秦军一蹶不振 就连继承人的位置都保不住 这个女人 甚至还想扰扰秦家的内部 我这么做 到底是对 不对 这是最新型的蜜花药 还带有魅药效果 相信我们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老板属下流行 把人下云就没意思咯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好了 我们抓紧时间吧 毕竟人还挺多的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如果让他们得逞 我是龙门的少夫人 这会影响到秦家的声誉 她一定会来救我的 我得想办法坚持住 你们 你们只是为了秦而已吧 我 我可以给你们双倍的钱 而且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想清楚 我是秦家的少夫人 拿了他们的钱 你们有命花吗 哈哈 你们听到没 秦家少夫人 我还是秦家祖宗的 我好怕炮 不要做无畏的挣扎了 他们是不会听你的 你们就一点也不害怕秦家 只为了一时一气 住嘴 臭婊子 我们就是被秦家害惨了 秦家的钱 留着烧给自己吧 老板 快给他来一阵 我等不及了 谁 是谁敢来捣乱 快点撑家伙 竟然敢坏我们好事 是 这家伙是 怎么可能 是 是秦家的少爷 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的 怎么 怎么只有一个人 阿星快跑 他们养很多的 竟敢动我的女人 都在华海 已经没人把我放在眼里了 我不想知道 为什么要做做我的威魂器 现在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 一起上吧 妙 真是太妙了 没想到把大姨调出来了 吵家伙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看秦家大少爷 你俩贴我鞋子的模样吧 阿君 快走 小小心 闭眼 看你还能撞到什么时候 小心 睁开眼睛 现在 没事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心底之妄 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现在 要你了 这是个怪物 很得意是吧 臭小子 放下你的武器 不然我就当死他 你这个臭小子 竟敢拿刀抓我 不要过来 你这个怪物 不要过来 抱歉 吓到你了吧 是我疏忽了 没想到这么快 就已经有人递上你了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以后见不到你 怎么回事啊 是 谁干的 竟敢动我们 走吧 我已经没多少体力了 哟 这不是秦大少爷吗 居然能干饭这么多人 看来外界对你的谣言不争呢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给你们 想要什么 你把我们的毒品生意一锅拽了 让我们变成了丧家之犬 我们想要你的命 阿君 阿君 我 我没事 小声而已 哼 以为有枪 就能解决我吗 阿君 你别管我了 你一个人 肯定能跑掉的 我不会丢下你的 真能装啊 竟然是些嘴炮 你能打得过我的手炮吗 一会儿老子 就第一个上你的 少废话 以为我受伤就好对付吗 小夕后面 你老子死 阿君 小 小夕 快 跑 好了 那个女的带回去玩 秦少爷 就赶紧找个地埋了 免得夜长梦多 你们 你们休想伤害阿君 是秦家的人来了 阿君 我们来晚了 杰哥 阿君他 我马上派人来做紧急处理 竟然把少爷伤得这么重 有几个毒贩跑出去了 快追 放心 跑不定 仔细点 不要漏掉了 明白 谢谢你的帮助 这个人情我记住了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带我去秦家老家那边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小夕 小夕 少爷 阿君 小夕 小夕 医生说手筋过度 让他多休息休息 真是苦了这孩子 行 没大爱就好 小星我照顾吧 张妈您去忙吧 好 我去看一下少爷 小星醒了 马上告诉我 小星 你一定要好起来啊 小星 你快走 不 我不要离开呢 听话 离开这里 永远都不要回来 我答应过要守护你 我遵守诺言了 不 不要 小星 小星 没事了 已经回到家了 花姐 阿俊呢 阿俊怎么样了 我要看看阿俊 阿俊怎么样了 小星 阿俊在哪 是杰哥 阿俊呢 阿俊在哪 少夫人 少爷 少爷说不想让您知道 对不起 你还知道我是少夫人 她是为了保护我而受伤的 快让我见她 我只是想陪伴自己的未婚夫 这个要求很过分吧 我明白了 现在就带你去找少爷 杰哥 这是哪儿 这是秦家老宅 三十年前的秦家大宅 藏在这里也是迫不得已 如果少爷受伤这件事传出去 秦室内部势必会混乱 出血问题也只是暂时止住 我建议 医生 阿俊的情况怎么了 不太乐观 虽然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但是最严重的伤在头部 颅内出血 才刚刚止住 现在还在危险期 随时有性命之危 医生 求求你了 求求你一定要治好阿俊 不要这样 我一定会尽力的 放心吧少夫人 秦军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让他就这样走了的 拜托你了 少夫人 我们一边等吧 少夫人 要不我们先回家吧 你身体也没好的 我就在这里等 没有他的家 还算是我的家吗 小心 纱布 按住出血位置 新的起波器来了 不知不觉 已经六个小时了 医生 情况怎么样了 手术很顺利 脑内的出血 顺利止住了 家明 少爷情况怎么样了 身上的子弹都取出来了 只要静养 很快就能愈合 但是颅内手术的后遗症 得醒了才知道 这是秦大少的病例 我要休息一下了 接下来的七十二个小时 是关键时期 照顾好他 辛苦你了 家明 小心 少爷一时半会儿也醒不来 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会看好他的 发生了这么多事 张妈一定有很多事等着处理 你回去忙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阿俊的 妈 小星都已经这么累了 为什么还要让他照顾少爷啊 傻孩子 你看不出来吗 小星长大了 他开始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了 为了我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女生 值得吗 总说我是傻瓜 其实你才是最傻的 你可是答应了要好好保护我 一定要好起来 不然 你就是个骗子了 拜托了 不要离开我 我怎么在这儿 阿俊 你醒了 你 是谁 佳明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先检查一下吧 基本上 已经脱离危险了 你们性奇的体质就真的好 好耐揍 滚 这熟悉的力度 看来你恢复得不错 不玩了 现在来检查一下你的脑部吧 听说你已经忘掉外面那个女孩了 阿姐 你先出去吧 哦 好了 戏给你做足了 你假装失忆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 为了保护她 我已经 不想再看到她陷入危险之中了 秦家内部 已经出问题了 在处理完这个问题之前 她必须要远离我 进去吧 阿俊 请坐 你 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医生说 可能是脑部受创 造成阶段性的记忆缺失 最近一年的记忆 我都已经丢失了 阿杰从我的抽屉里 找到了我们的婚纪 想必是我 用了什么手段 逼你做为我的当金牌吧 嗯 少爷 文件我带过来了 这份 就是我逼迫你签下的婚约 怎 怎么了吗 我为当时的做法 跟你道歉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 夏小姐 你自由了 你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对不起 小心 为了你的安全 我必须要这么做 都怪我 因为我太弱小了 才让你为了救我不得不受伤 不必自责 现在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或者一份情事集团的工作 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生活 不用选了 刚好 我也不想在秦家我所试试 但是 我要进入情事集团工作 了不起的选择 你是个坚强的女性 对了 既然你已经忘了我 那我们 就再认识一次吧 你好 我叫夏小新 非常高兴能认识你 你好 我是秦军 小新 不愧是我喜欢的女人 小新 你真的要走吗 你在华海也没亲人 你要去哪儿啊 少爷安排我到情事集团上班 我要搬到员工宿舍去了 小新 我们舍不得你啊 我只是搬出秦家 又不是离开这个城市了 花姐 能帮我个忙吗 请你替我 把这个还给夫人 但是 如果夫人不要 就帮我捐给孤儿院吧 再见了 再见了 大家 夏小姐 夏小姐 就是这里了 按照少爷的意思 里面的家具都置办好了 您看看还缺点什么 已经足够了 太谢谢你们了 知道这次任务了 是次保护收服了 阿姐 密切关注周云跟莲三月 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都要知道 少爷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任莲三月在华海扎根 就算周云有部分家族长老支持 但是咱也没必要这么小心翼翼吧 如果事态进步失控 那也只能把周云除了 你们不能动周云 少爷 小心 太慢了 是 是你 爸 龙门守夜人张灵山 见过少主 灵山叔 好久不见 少主 我是来提醒你们 不能动周云的 作为龙门未来的继承人 有些事情 你得知道了 历代新家 都会有三位守夜人 这一次 是我 不语师 还有 周云的父亲 每次家主更替 新家主 都必须要得到三位守夜人的拥护 缺一不可 你的父亲 当年 当年正是在周云的父亲帮助下 登上了家长职位 周家 也为此付出了一切 周云 就是周家最后的一点血脉 这也是我们 这也是我们 放纵奏云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奏云还有更深一层的身份 等你上任家主的时候 就能知道了 现在不能告诉我吗 你还不够资格 话已至此 好好养伤 快点成长起来吧 成为家主 你就能知道一切了 这就走了 那少爷我 还继续监视连三月跟周云吗 既然不告诉我为什么 那也没必要给面子 继续监视连三月跟周云 这是错综复杂 我们不能处于被动 特别是小星与连家之间的关系 必须要调查清楚 害得我不得不再是抛弃小星 这事绝对没完 总算收拾完了 都忘了告诉小星一声了 小星吗 我是小星呀 小星吗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 我在秦始集团的宿舍了 马上过来 小星 小星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那天 那天你被人捉走之后 我就一直在找你 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别哭了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好好跟我说哦 好 你是少夫人 别扔了 所以我才不想让你知道呀 这么说 那个面无表情的霸总脸就是秦家大少 秦聚吗 对呀 那可是少爷说话要小心哦 按照你说的就是秦家大少为了救你而重伤事业 那你是被赶出来了吗 我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被赶出来 所以我才最讨厌秦家了 刚发生这种事就感人 太过分了 别看秦家也是好事 我也该学习一下独立了 回报 邵夫人这边一切正常 那个女生是邵夫人的朋友 确认没有威胁 好 继续保护邵夫人 明白 小夕爷 睡着了吗 还没呢 小夕爷 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对秦氏有点提议 是我的错觉吗 你没有错 我确实很不喜欢秦氏 其实 我从小就在秦家大宅附近长大的 我的父母曾经为秦家工作 所以我跟我的哥哥 从小就在秦家大宅附近生活 为了秦家 爸妈总是没什么时间陪伴我们 哇 能在秦家大宅工作 你的爸妈肯定是很厉害的人 应该是吧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要见见他们 不 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在我六岁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过世了 为了秦家 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们选择了秦家 留下我跟哥哥相依为命 再后来 哥哥也被秦家接走了 因为秦家 我变成了孤身一人 虽然秦家每个月都会给我很多上养费 但是 爸爸妈妈再也回不来了 虽然知道这是父母的选择 但是 我真的没办法不去恨秦家 我很担心你 如果你也因为秦家的先灵儿 对不起 少你担心了 看起来我比你幸运呢 至少我还有妈妈 奶奶过世后 我跟妈妈就在连云生活 虽然不富裕 但是也很开心 长大后 我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假象 安定里 一直有人在监视我们的生活 后来 因为一些事情 我来到了华海 嗯 睡着了 我还以为 留在秦家安稳地当个小女仆 就能逃过这一切 但是 我已经长大了 我再也不会逃遍 我再也不会逃遍 这么沉不住气吗 邹云 沉住气 莲三月 你是想拉住我一起死吧 不就是把秦家大少爷卷进来了而已 不要慌 那可是 我喜欢的男人 莲三月 你到底想做什么 今天你不给我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都放下 想杀我 就扣班金 想聊就坐下 秦军失踪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 说好的只对付夏小夕 他受伤了 只是自己藏了起来而已 你惹到了秦军头上 是想秦家覆灭吗 可别忘了 这世也有你的份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诈马 你 你该不会是想利用我的身份 挑起秦家内乱吧 你想太多了 对我来说 解决夏小星 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在秦家面前如此张扬 但你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你的背后 究竟是谁 总算动脑子了 刚好 他也想跟你说说话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我相信 这个人 可以得到你的信任 接吧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们想干什么吗 想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吗 答案 就在面前 他脑子 他脑子不太好 别让他等太久了 你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还记得自己利用自己身份 做过的违法勾当吗 还明目张胆地在华海中人口贩卖 不要紧张 你对我还有用 所以你才能活着 至于我是谁 你还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是 是你 不 不可能 你怎么会对秦家不利 冷静点 秦俊的女人是不是你 我一点都不在意 只要她无法继承秦家 我就会支持你 我相信你 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配合连三月 渗透家族长老们 我 我明白了 连三月 别以为我就这样相信你了 我们都相信她就够了 合作愉快 喂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很讨厌秦俊那个废物 但是她的命是我的 再有下次 这颗子弹穿透的就不是酒杯 是你的脑袋 终有一天 我会让秦家 跪在我的面前 小心啊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要不我们一起开个甜品店吧 老师都说你做的都快赶得上她了 我有不少积蓄 我们一起开店走上来升天方吧 那个 阿俊安排我进秦氏集团工作了 下周一就落职了 诶 你又要回秦家工作吗 我是到秦氏集团工作了 不是到秦家 行吧 对了 那你有正桌吗 呃 没有耶 走 今天大爷带你去买衣服 哈 周末好多人哦 那家店就在前面哦 到了 欢迎光临 我 我要买正装 请问您是要定制的还是军马的呢 定制的 定制的话 这边有五千一万的布料选择哦 突然想想 小心身材这么好 也不用定制了 嗯 看起来就不像是有钱人 还想要定制的 你仔细看那个女儿的包包 今年新款 保底十万 我们开始试衣服吧 嗯 不太行呢 松松垮垮的 画下一件吧 裙子都要掉下来了 要不 我们先量一下吧 那个 或许是我多管闲事了 但是 你可以试试这几件 啊 谢谢 再把头发收进来吧 好 好的 哇 很好看啊 小心 真的吗 就买这个吧 谢谢啦 谢谢你 大姐姐 不用谢了 拜拜 好好吃啊 这个甜头 账马 少夫人跟她的朋友 刚刚离开服装店 一切正常 你今天怎么了 一直都不太对劲 没什么没什么 不好 他们拐进去小巷里面了 快跟上去 不然要走丢了 别吐吐烂烂的 快点 坏了 出事了 你们是谁 灰灰碎碎的跟了我们一路 假装不会说中文是吧 那我就打到你会说为止 你也太蛇了 竟然被女生放倒了 要是打小新主义的人吧 受死 这 这妹子 力气怎么这么大 我的手要报废了 小西 他们不是坏人 他们是秦江的保镖 保镖 这两个家伙 比萝莉还要好推 好弱 小黑小白 真的不好意思 你们也是来逛街的吧 是 是啊 我们只是想上来打招呼 这次就放过你们 再有下次 我就把你们吹成大饼 脸都丢光了 你今天是中什么毒了 竟然被那个女孩秒了 我 我没办法下手啊 毕竟 那是我的妹妹 那我回家咯 加油 好的 我会加油的 金可拉 金可拉 小麦母产一千八 唉 秦军 你要忍住 也不知道 他怎么样了 今天上班 加油 嗯 小星 今天我来送你去上班 是少爷安排第一天 让我送你到公司的 谢谢 阿俊 他还好吗 嘉明说少爷恢复的不错 但是也没这么快痊愈 对不起 都怪我 不要这样说了 是因为我们疏忽 才让你跟少爷遇到这种事 你再自责 我就愧疚到哭咯 好 好吧 到了 加油 嗯 我会加油的 你好 我是今天入职的 不 不好意思 我走错了 你就是军人吗 你没走错哦 是你 帮我挑衣服的大姐姐 我也是今天入职的员工哦 以后多多指教啦 姐姐 你穿正装好漂亮 嗯 你也很可爱哦 都是你选的好了 呃 呃 对不起 关总 人都到齐了 好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要恭喜各位 通过了重重的难关与考验 你们成为了情势集团的议员 我是企划部负责人 关一平 你们将会被分配到这四位部门经理的手下工作 最后我提醒一句 如果你发挥不出自己的能力 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即使是秦俊总裁的亲戚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辞掉 秦氏集团 不需要住处 是 是在知我吗 方姨 夏小星 你们来我的市场调研部 我是林月 以后就是你们的直属上级 方小姐 听闻你曾在全球前十的公司任职 非常欢迎你的加入 多多关长 至于你 夏小星是吧 我随便看看有什么适合你做的吧 这里就是你的位置 别给我找麻烦就行了 好 好的 还是你泡的咖啡好喝呀 少废话 听说你现在暂代总裁 你家少爷又干什么去了 少爷进场维修了 再多我就不方便说了 不说就算 但那个他十八岁的夏小星是怎么回事 你只要知道 他对秦家很重要就行了 张文杰 你知道我最讨厌这种靠关系没能力的人 那种懵懂无知的小白兔 我一点都不需要 你就是性格太硬了 要是圆滑一点就好喽 少爷说了不需要你假公济私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既然这样我就一视同仁了 他如果达不到规定标准 那我 没事按你的意思处理好了 但是 劝你还是别太看底小星哦 你就对他这么有信心 不 我只是相信少爷的眼光而已 秦俊的眼光吗 那我还真的有着期待 今天之内你要看完这些文件 好 好的 那就让我看看 你值不值得这份期待吧 夏小星 企业形象建立 维护企业形象必须 怎么命呢 怎么突然让了又人出来 那个 有事找某度忙着呢 不好意思啊 不带蒙心 走开 太带蒙心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大姐姐 说几个单词翻译的意思 我不太懂 是这样 你得换一个软件 因为公司文件专业术语很多 所以网上很多都翻译的不大对头呢 以后多看书就好了 我知道了 谢谢大姐姐 不要叫我大姐姐 叫我方姨就好了 这么闲呢 文件看完了是吧 干啥都要麻烦同事 要你干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林经理 请你不要这样 方姨 你是个大有前途的人 给你一个忠告 别为了这种小角色毁了自己 谢谢忠告 但是我觉得 朋友比事业重要 好作为之吧 方姨姐 对不起 对不起 经理说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还有不懂 继续问我就好了 好 太感动了 小事而已了 假以双方按照 哦 这个是促进的意思 小心啊 我先下班了 你也不要太晚了 好的 看完这些文件 我就走了 不知不觉 已经这么久了 都已经走光了 加油 夏小星 就差最后这点了 哎 总算搞定了 嗯 这么晚了还有人在公司 哦 这是乙方提供必需品的意思 夏小星 你怎么还在这里 不对啊 这样意思不通畅 啊 西府幽灵 是我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因为我太蠢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会 只能慢慢做了 领域 这个量已经是正常的两倍了 他在给学人下班呢 今天太晚了 先回去吧 可是 这是命令 哦 回去吧 我送你 你在员工宿舍住的是吧 嗯 是的 夏小星 你是秦俊的什么人 我们 只是朋友 是吗 最初张文杰 说你是秦俊的家人 家人吗 到了 快点回去休息吧 谢谢关总送我回来 夏小星 我很讨厌那些靠关系 进入公司的人 但是 如果有人借此霸凌你 你也要向我反应 无论如何 只要你有能力 你就有留下的价值 你是总裁的家人 工作量却比其他同事多 你会觉得林月在刁难你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第一天上班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力 能到哪儿 如果不是勤家的安排 我这种小丫头 连走进公司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 努力加油 一点去埋怨其他人的时间都没有呢 这丫头 这丫头 再见了 关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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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